来今天给大家讲一道好题 这道题目用到了转化和化规的思想 告诉我们实数AB满足A方加B方等于1 求的是A的四次方加上AB 再加上B的四次方的最大值 这道题目发现已知了一个方程 求一个代数式有两个位置量 直接消源 这道题不太行 我们怎么办来看一看 知道了A方加B方等于1 那么A的四次加上一个B的四次方 不就和A方B方有关系吗 我们可以通过完全平方式来进行转化 A的四次加上B的四次 就等于A方加上B方的平方 减去2倍的A方B方 再加上一个AB 写到这里之后 我发现A方加B方不就是1吗 那么这就是1减去2倍的A方B方 再加上AB 也就是-2倍的A方B方 再加上AB再加1 写到这里之后 虽然还有两个位置量 但是我们可以把AB看成一个整体 所以我们不妨令AB等于M 所以原是我们自然就等于-2倍的M方 再加上M再加1 写到这一步后 大家会发现 既然让我求最值 我还是把它放到了最常规的求最值的方法上 那么到这里 你可以配方 也可以用二次函数的方法来求 今天咱们简单说一下配方 我们先把-2提出来 剩下的是M方减去2分之M 我们要配的是-2分之1 也就是依次乡系数一半的平方 配出来的应该是16分之1 那我多加了一个括号外面 还要进行一个处理 这里相当于是减掉了一个1分之1 我要再加上一个1分之1 最终的结果就是要加上9分之9 那么前面的就变成了-2倍的M减去1分之1的平方 最后再加上9分之9 要想求这个式子的最大值 当然是在前面这个式子为0的时候 也就是M等于1分之1的时候 那么M能不能等于1分之1呢 M等于AB A方加B方等于1 只要是A等于2分之根号2等于B的时候 AB不就是1分之1吗 也就是M等于1分之1啊 所以最终的最大值就是9分之8 大家学会了吗 下课